又一家电池企业谋划复港IPO 专利纠纷或埋下隐患 又一家头部企业走上之路 近日 中国证监会国际部披露了提交的股份 有限公司境外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审批材料 中创新航复港IPO仪式有了实质性进展 提起中创新航 这个名字可能有些陌生 而其此前的名字中航李店或许更为人熟知 两个月前 中航李店完成股份制改造 同时更名为中创新航 目前已经跃居国内第三大动力电池厂商 市场排名仅次于宁德时代和比亚迪 据外媒消息 中创新航的上市募资规模为10亿美元 除了中创新航外 风潮能源也在筹备上市 而宁德时代、比亚迪、国宣高科、福能科技、兴旺达等都已上市 尤其是宁德时代市值突破万亿元 刺激动力电池企业加速涌入资本赛道 不过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与宁德时代的专利官司 可能会影响到中创新航的上市事宜 成立于2007年 拥有军工背景的中航李店 可以说 是国内动力电池行业 名副其实的一匹黑马 中航李店的前身是天空能源有限公司 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旗下的中国空空导弹研究院孵化成立 2009年8月 中国航空工业与中国空空导弹研究院重新组建了公司 并更名为中航李店有限公司 2010年 四川成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入主中航李店 此时的中航李店主要生产磷酸铁锂电池 客户以新能源客车为主 2015年和2016年 中航李店业绩实现飞跃 营收分别达到10亿元和14.21亿元 2015年底 中航李店有限公司成立 入驻长州市京坛区 好景不长 到了2017年 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调整 提高了对续航李程的要求 三元电池成为受益者 磷酸铁锂电池及新能源客车 受补贴退坡影响较大 例如纯电动客车补贴上限 退坡幅度在40%以上 受此影响 中航李店在2017年迅速掉队 动力电池装机量跌出行业前十 且出现了3.3亿元的亏损 2018年亏损额更是达到7亿元 连续丢失重要客户 例如曾经的第一大客户与通客车 也转投宁德时代 面对客户流失 巨额亏损 中航李店开启了重组步伐 2018年5月 中航系统内公认的财务高手刘靖渝 出任中航李店董事长 随即启动重大资产重组 2019年7月 重组完成 其洛阳公司和江苏公司进行角色互换 原本作为母公司的洛阳公司 在重组后成为江苏公司的子公司 而成非即成放弃控股股东地位 长州市京潭区国资委 成为中航李店新的实际控制人 在战略和产品方面 留静于就职后大力调整公司方向 从2018年起 中航李店从过去以商用车配套为主 转向为成用车配套 将产能重点放在三元电池上 并与国内多家主流新能源车企签订 大量订单 例如东风、长安、广汽、吉利等 从装机量来看 2018年中航李店70%的装机量 在商用车领域 30%在乘用车 但进入2019年后 商用车领域的装机量仅占0.15% 在中航李店把义务全面转向乘用车方向后 其业绩实现快速提升 2019年 中航李店营收达26.7亿元 实现扭亏为盈 2020年初 刘静于提出重启商用车战略 与厦门京旅、厦门京龙、中通客车 东风汽车等商用车企业建立了合作 这一年 中航李店在国内动力电池装机量排行榜上 攀升至第四位 仅次于宁德时代、比亚迪和埃奥计化学 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的统计数据显示 2021年111月的国内动力电池 装机量排行榜中 中创新行排名第三 仅次于宁德时代和比亚迪 超过了国宣高科和埃奥计新能源等 至此 这批动力电池行业的黑马成功实现了逆袭 登陆资本市场 在中航李店的计划之中 2021年9月 中航李店宣布完成新一轮120亿远古全融资 而在此之前 中航李店已完成两轮融资 在2021年11月的战略发布会上 刘静瑜透露 中创新行已完成股份制改造 计划登陆资本市场 其查查显示 更名后的中创新行共有36家股东 其中 第一大股东为长洲金沙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属于国资 大约持股21% 第二大股东为承飞集成 持股12.6% 2021年12月13日 承飞集成在投资者平台表示 中创新行增资投钱估值为500亿元 对于中创新行有意赴港上市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某证券公司 新能源领域首席分析师告诉记者 选择香港上市 通常是为了在审批方面规避一些麻烦 从而实现较快上市 也方便前期股东退出 通过上市 可以拓宽一些融资渠道 但企业有没有竞争力 还是要取决于产品和研发 而非是否上市 目前 中创新行的产品 主要包括三元电池和磷酸铁锂电池两大体系 覆盖乘用车市场 商用车市场 储能市场和特种应用市场 应用车型包括东风风光 E3 吉利地豪EV450 长安易动EV460 广汽A IONS 50宏光Mini F小鹏P7 零跑C11等 产能方面 和其他动力电池厂商一样 中创新行也不断加快扩产步伐 先后在长州、成都、厦门、武汉 合肥投建电池生产项目 2022年规划产能达200GWH 中创新行上个月还与德国迪索公司 签署欧洲锂电池工厂建设项目协议 根据中创新行规划 到2025年 该公司电池产能将超过500GWH 到2030年产能将达1000GWH 中行锂电拥有冲击现有动力电池市场格局的能力 从其市场开拓的一些做事方法来看 确实会对宁德时代造成一定冲击 一是整车厂与中行锂电打交道 要比和宁德时代打交道更舒服 二是两者的产品存在一定的可替代性 而整车厂商也愿意花力气来扶持二供、三供 从而减轻对宁德时代的依赖 如果中行锂电上市 则其将有更多的资金弹药 可以做更多事 真理研究总裁默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不过 中行锂电与宁德时代的诉讼一直寻而未决 2021年7月 宁德时代一纸诉状 将当时还是中行锂电的中创新行告上了法庭 直指其专利侵权 中创新行迅速做出反击 称其坚持自主研发 并提出反诉 目前 这场诉讼尚无下文 对此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分析人士告诉记者 这场诉讼可能会影响到中创新行的IPO进程 如果监管机构认定这场官司 对于中创新行来说比较关键 那么中创新行短期内是无法上市的 一定要把官司了结才能上市 香港对于知识产权方面的要求更加严格 其更多是与西方接轨 当然 如果监管机构认为这场官司 对于中创新行的发展 对于投资人来说并没有那么重要 那么也可能会允许其上市 我个人认为 如果官司不了结 中创新行的上市是存在一定难度的 有50%以上的可能两年内无法上市 上述业内人士说 当然 就像前文中证券分析师所说的那样 企业竞争力主要取决于产品和研发 而不是有没有上市 随着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快速扩大 除宁德时代这样的巨头外 中创新行 国宣高科 福 能科技等二线电池企业 也正在迎来黄金发展期